大家好,中美阿拉斯加高级别对话结束了 蓬佩奥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是前国务卿,是布林肯的上一届 蓬佩奥说担心拜登政府向中国让步 中俄关系经不起时间考验 这是他说的 首先18号,中美在阿拉斯加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谈 双方在公开场合进行了激烈交锋 蓬佩奥在周四的节目上说 事实是他们的话没有多大意义 记住,如果蓬佩奥,如果拜登败选了川普连任 可能这蓬佩奥现在是对话的 杨洁篪和蓬佩奥对话的 杨洁篪和蓬佩奥去年在夏威夷对话过 所以蓬佩奥对这次对话的看法 我觉得也反映出什么 这次对话的美国方面谈 那蓬佩奥说事实是他们的话没有多大意义 蓬佩奥讲的 他们将试图拖延并利用自己的优势 蓬佩奥看懂了 说杨洁篪是在拖延时间 想要利用自己的优势 那拖延时间为什么自己优势呢 我个人理解 就是这个时间在中国这边 只要中国能拖过十年的发展期 这十年熬过去 中国GDP超越美国 美国的优势就不再那么明显 那时间是不是在中国这边 所以你看蓬佩奥看懂了 蓬佩奥我觉得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非常了解中美未来的趋势 一定是中国要超越美国的 那么中间一定要美国搞一些花招 不让你中国超越我 你说中国难不难现在 蓬佩奥看懂了 蓬佩奥也知道 就给你使半子 就不让你超越我 看懂了吧 杨洁篪在拖延时间 中国是在拖延时间 给美国的什么下迷魂汤 让你十年之内 不要对我有什么实际的阻挡 蓬佩奥说 美国政府需要做的是变得强大 在中国行为不端时 让他们付出真正的代价 并确保美国的自由和安全 处于与中国有关的 每一个政策因素的前沿 蓬佩奥担心 新任国务卿布林肯 可能会公开发表强硬言论 但最终会试图根据中国的条件 而不是代表美国人 与中国达成协议 就担心布林肯被中国牵在鼻子走 没有表现出那强硬 去年蓬佩奥和杨洁篪谈话 在夏威夷 蓬佩奥表现出来就是非常强硬 非常强硬 杨洁篪拿蓬佩奥是一点办法没有 一点办法没有 蓬佩奥对主持人格兰特 叫斯廷齐菲尔德 对他说毫无疑问 中国共产党认为美国正在衰落 而他们正在崛起 他们打算充分利用这一点 就叫他们敌人吧 称为对手 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们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 而且要迅速做到这一点 蓬佩奥的判断 所以我说蓬佩奥这个人啊 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 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 他的政治 他的经济 包括他的阅历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什么都见过 是不是 哪个国家领导人 内裤什么颜色 他都知道 这个人是什么都知道的 你看他说这个话 中国人其实 在蓬佩奥面前 以底裤也掉下来了 他知道中国人想的什么 崛起 超越美国 那你看中美已经是透明了 那中美这个对抗 是不是也基本上是进行那种肉搏战了 接着说 蓬佩奥补充说 中共并没有退缩 如果拜登政府放松警惕 中国将实现其成为世界领导人的目标 他们谈论这件事的方式是 他们想成为主导力量 蓬佩奥接着说 他们希望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 施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 这样他们就可以塑造全球结果 让自己受益 当我说他们的时候 他们指的就是他们的党 共产党 而不是中国人民 拜登政府一再重复的撤销前总统特朗普 工作的议程 这对美国来说尤其危险 蓬佩奥担心拜登政府向中国让步 蓬佩奥说 他们今天对美国的依赖肯定比我们对他们的依赖要大得多 但这可能是短暂的 你看蓬佩奥这个话 他认识这个中美之间关系认识的也很清楚 他知道现在美国地位在中国之上 美国是可以左右中国的政策 是可以影响中国政策的 因为中国依赖美国 依赖更多 因为我们美国现在还是老大 但是中国正在迅速的要摆脱这种状态 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而美国也知道中国正在崛起 要取代美国老大的位置 未来对世界要有影响 那你看这个就是之前讲的 修西底德陷阱 两个老大之间要交换了 前面老大非常知道 下面这些是想干什么 知道中国这只兔子 你想干嘛 想超越我 但是呢美国这个老大 他也知道你现在还得依赖我 你现在离开我 你也活不了 所以你看美国心里明明白白的 中国现在其实啊 我觉得中国挺危险的 这个意图已经被人看透了 蓬佩奥接着说 这是特朗普总统和我们的团队 在我们的所做工作中 向美国提供的机会 我们保护美国工人 美国就业机会 还有和美国知识产权 最后呢 他又谈到中俄关系 他说 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关系 蓬佩奥认为 这是一种最经不起 时间考验的关系 蓬佩奥说 我们将看到 他们为了短期目标而共同努力 但我相信 中俄伙伴关系最终会破裂 因为他们的利益非常多样化 这句话呢 可能听不懂的人啊 不太了解 第一句话 首先承认了什么 中俄现在是什么 伙伴关系 中国现在正在什么 正在友好发展 没有被美国 从中间决裂 撕裂中俄关系 所以蓬佩奥也承认这一点 中俄现在关系非常好 中国是一种伙伴关系 但蓬佩奥认为是短期的 可能在短期内是这样 长期的利益呢 双方是有多样化的 其实就是说 中俄有长期利益上的分歧 指的就是什么呢 中俄有地缘政治上的 地缘政治上的国益 但是我觉得蓬佩奥忘了一点 就中国人呢 他不像别的国家 不像西方人 他认为只要是有这个地缘政善博弈 那我要先占着优势 先把你打倒 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 就叫 远交进攻 其实远交进攻啊 这个蓬佩奥的意思就是说 中俄之间一定是长期来看 是要什么 互相之间进攻的 进攻嘛 两个邻国之间一定是互相之间 要拆台 要竞争 要有矛盾 要拼得你死我活的 而跟远处的国家要相互交往 要联合 远交进攻 但是蓬佩奥忘了一件事 这个远交进攻 中国2000年前 那是什么 战国时期啊 战国时期 是天下兵荒马乱 互相之间 你争我夺天下这个地盘的时候 采取的这种远交进攻 地缘政治上的这种不稳定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 中国和俄国都拥有核武器 都拥有什么 拥有着毁灭世界力量 而且又是两个大国 联合国常人的事 可能是吧 可能进行交战吗 可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吗 而且双方也划定了边界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边界问题 那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 要进行这种斗争呢 要进行这种博弈呢 不会的 另外中国和俄罗斯 我告诉大家 都是欧亚大陆上的 欧亚大陆上的国家 欧亚大陆未来会联合 这是欧亚大陆的这个 未来的愿景 而美国是什么 是孤独的在哪 孤全海外 在北美大陆上 中国和俄罗斯 只要未来的领导人 有了欧亚大陆这种 这种情怀 那我觉得欧亚大陆的联合 欧亚大陆的国家 一定会 一定会向往 那这种远交进攻 也不会出现 还是和平发展 那你说美国 这个蓬佩奥说的这种 长期来看中美 中俄之间的这种利益 是要博弈的 我觉得就不存在 绝对不会 不会存在像 蓬佩奥讲的这种 长期来看利益是要博弈的 因为欧亚大陆未来是联合 博弈是要什么 是要我要发动战争 是要吞并别人领土 或者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中俄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吗 俄罗斯要吞并中国领土 中国要吞并俄罗斯领土 两个都是和大国 这个事已经被排除掉了 你不可能吞并一个和大国的领土 那两国只能有一个选择 交往 可以是交往是非常简单的 不是那么非常热络的交往 但是绝对不能发生对抗 两个邻国发生对抗 有什么好处吗 而且都拥有核武器 对抗完了我能得到什么呢 得到你的认可 我比你强 我比你强大 小孩子嘛 一定要获得领土 获得经济利益 你能从俄罗斯那获得什么呢 核弹头只能 核弹头的报复 俄罗斯从中国那负责获得什么呢 也是核弹的报复 我觉得这事就说的很清楚 这个蓬佩奥呢 其实他还出于什么 一种最简单的地缘政策思考 远交进攻 都觉得远交进攻就是对的 错了 那是春秋战国双方为了什么 为占领对方的领土 很容易就发生战争 因为没有核武器 现在战争在核大国之间的战争 是非常困难的 从没有发生过战争 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 是什么后果 所以远交进攻 在现阶段拥有核武器以后 两个核大国之间 这个交往情况就反转了 是双方合作是长期的 进攻啊 双方互相 那是短期的 而中国和俄国也没有结盟 没有结盟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俄国你的敌人不是我的敌人 当然我中国的敌人 也不是你俄国敌人 我们都没有给对方画一个什么敌人 就是说双方都没有出现在对方敌人的那边 也没有出现在朋友那边 平等交往 你看双方既不打仗 然后呢 也没有变成敌人 同样还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那这种交往是长期的 是长期的 这才能长久化 你交朋友也是 当敌人交不了朋友 太好的朋友时间长了 也可能产生什么分歧 而就是个普通的朋友 对吧 不结盟 我们就是个普通朋友 这样关系才能长期化 中俄未来就是一个长期化 这种态势 我觉得今天啊 蓬佩奥这个事呢 我也跟你说清楚了 你也可以看到啊 拜登 拜登政府啊 我觉得是被川普政府裹挟着 他不能跟中国进行新一轮的 或者这种 你说谈判也好 或者是地缘政治 中美关系的变化也好 不可能有新的变化 因为他只要是对中国啊 姿态一放低 马上什么 这个 我告诉大家 川普 特别蓬佩奥这些人 就会上来说了 对中国服软了 所以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中美这个阿拉斯加会谈啊 闭门会议的内容才是关键 现在有媒体讲什么呢 讲中国和美国啊 对媒体演了一场戏 就这个 对记者的谈话都非常强硬 但是一旦记者离开现场 把这个门一关 双方的态度可能就会软化下来 就是还谈具体事情 那就是给外界一个印象 川普呢 对吧 也是对中国强硬嘛 然后拜登也是对中国强硬 你看我拜登没有服软 美国老百姓也高兴 中国呢 也对老百姓交代 我们对美国也不服软 两边都拿着好处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戏啊 真正谈的时候 双方谈了什么 没人知道 但是谈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你可以看啊 我觉得阿拉斯加这场这场这场重头戏吧 蓬佩奥呢 我觉得是看懂了 他知道里边的这个道德 但是他出于自己政党利益 他要攻击民主党 因为他呢 看破他没有说破 他只要是提醒的 提醒大家 就拜登对什么 对中国释放了什么 释放了善意 拜登呢 对中国服软 所以你看美国的政治 也影响着拜登政府啊 也影响着拜登政府未来的这个 我觉得对华政策 所以我说中国要配合着美国拜登政府 就是他不想让什么 让拜登政府显得对中国强硬吗 那他显得对中国强硬的时候 中国心领神会 杨洁篪也发表一些强硬的看法 这就是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配合 那你看美国这个共和党这边的这些人物 反而成为中美来进行配合 进行合作的一个催化劲 所以有时候你看美国这个政治 很有意思啊 特别像前朝啊 这蓬佩奥的他们的看法 他们现在说这个话一直在什么 在引导着拜登 引导着拜登 舆论嘛 用舆论引导拜登 向对川普啊 这个政策有利的方向 甚至想要拜登政府能延续川普一些政策 所以我觉得啊 有的时候美国这个政治啊 中国跟美国的新任政府 这个谈判也好 对话也好 要看到前任政府的影子 前任政府用舆论 特别是共和党用舆论 也在影响着拜登政府 总之吧 我觉得美国政治啊 美国政治现在是被裹挟的 现在是被裹挟的 而阿拉斯加呢 我觉得更是像一场戏 因为没有谈什么实际的东西 一场戏 表示拜登政府呢 对中国的态度不软弱 但是这里边真真假假呀 政治你绝对不要相信 那些政客说的那些东西 要看他做了什么 咱们后续看 我觉得拜登和中国的合作 从这个次会谈就已经开始了